即將承辦2024巴黎奧運 在市政廳前面 你也可以看到經典的五環標誌 不過大家還是想問 巴黎真的準備好了嗎 這個大災問 觀光客在地居民各自表述 海鮮門前車流從未停過 在觀光客眼裡 這叫大城市的生氣勃勃 但對當地人來說 這是塞車噩夢 上下班的巴黎地鐵 人流交錯 摩肩擦腫 這是巴黎人的通勤日常 當一千五百萬名的遊客 為了奧運賽事得快速移動 出行需求當然水漲船高 巴黎官方決定以下質量 使用者付費 奧運期間市中心單程票價 從2.1歐漲到紫歐元 幾乎翻倍 持張票也要32歐 拉著行李箱爬樓梯 扛著娃娃車擠地鐵 走進地鐵這樣的場景 時時上演 換成輪影族 這樣子的公共設施 面對準備舉辦炮的巴黎 真的及格嗎 坦白說還沒有過來之前 人家都跟我說就是地鐵啊 可是這一度啊 那些東西都很髒啊 可是但是交通都不太好啊 但是我過來之後我覺得還好啊 也不是那麼 他們說的那麼亂啊 地方也滿乾淨的 在時裝中的期間呢 要住進巴黎市中心 像這樣子的房間 一個晚上至少就要破萬元台幣 而到奧運期間呢 其實以我們這間飯店來說 所有的房間早在三年前 就已經被預定已空 法國媒體報導 到奧運開幕時當晚 房價超過一千歐 大概台幣三萬五 量少 價漲 當然是自由市場的不變定律 但找便宜 也是人類甜心 看準需求 不少法國人乾脆充當二房東 畢竟只要出租一個星期 就能抵上一個月房租 還能拿錢出城去 不必跟遊客人擠人 有的人可以出租房屋 有的人則是連街頭都呆不下去 傳出巴黎當局 要把街友趕出巴黎 過去十三個月 已經驅除一萬兩千多人 法國人權組織指控 這叫社會清洗 歸歸半年 奧運重返巴黎 法國民眾要再次向全球展現 把來一些驕傲 準備好了嗎 在今年七月份 就要見真莊 TVBS新聞歐國牆 彭智宇 巴黎 彩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